渴望重现儿时美味的 还有这家在宜兰传承三代的花生糖老店 现在的掌门人是第三代的刘宗林 从祖父时代就跟花生结缘 后来因为母亲重病 她决定辞去稳定的公职 回家接掌这份家族事业 刘宗林决定要用古法熬煮麦芽维持传统 但是呢 她却用宜兰的三星葱 创造出花生糖的另一种口感 一个月可以创造出上千坪的业绩 当三星葱遇上花生 会蹦出这样的火花 卡兹生从这间隐藏在宜兰县 东山香的花生店传出 跟着花生香 我们来到花生糖的诞生地 很小的时候就在花生云长大 对 小时候都在花生田 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很开心 但是长大了 要帮忙工作就很累啊 就不想做了 回想那些年追的花生 穿着防尘衣低头挑选花生的她 就是花生店的第三代传人刘宗林 我有出去不想做花生糖 但是还是没办法要回来接 听起来有点不甘愿 其实刘宗林本来是公务人员 捧着铁饭碗拥有不错薪水 不过在多年前却变得掉 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门事 然后只是 就是很传统的这种代工 代工那种不粘雅软湿的花生糖而已 就只有单纯只有做那一种 然后妈妈发生大病之后 那些也都停止了就都没有做了 就怕家传美味消失 刘宗林辞掉工作 饭香传承 愿刘家跟花生谈了三十多年感情 从夜夜开始卖花生起家 到第二代爸妈转卖花生糖 现在刘老板不只传承 还开创全台独家的三星葱花生糖 精选出的花生经过翻炒脱模到再次翻炒 才能加入烘干后的三星葱 不同时间 刘老板还得另起炉火 开始熬煮麦芽糖 在测试麦芽糖 会不会OK 要看天气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酥脆度的口感都不一样 测试温度完全靠手感 等到内心的黄金比例达成 才能加入花生 搅拌不到一分钟 马上送上推台 直接送往机器进行整瓶切割 都不行拖到 每个时间点 它花生的过程 都有它一定的时间跟比率 我们在起锅的话 太慢的话会硬掉 花生糖切出来我就不漂亮 经过机械控管好品质 老板说就位了 第一块的花生糖 到最后一块就是一样 坚持了美味 还有独创的黑金刚花生糖 同样从挑选到翻炒都不能马出 对黑金刚患有公主病 黑金刚花生糖 它翻炒的关键在于说 它温度的控制 在每一个关节的时候 它的温度的高低都不一样 每掌控好 对它的温度可是会耍韧性 加入麦芽糖搅拌完成 用心总算点单价 好主动爆炮的麦芽糖 配上穿着黑色外衣的黑金刚 光彩多 这个香香脆脆的 比较香 民众再不绝口 老板刘宗林继续开创 不少新口味 除了传统花生糖 还有三星葱米果 我想做出这些创意 除了得守住传统味 还得靠机械加持 厂房加机器设备 投资了一千多万 快两千万了 炒创时期投入千万 老板刘宗林坦言压力很大 因为债务没还清 一家经济来源 全靠他一个人扛 心里的压力 让他流下难而累 哭死了晚上抱着哭 对啊 跟小孩子抱着哭啊 眼泪没白流 因为三星葱花生糖 现在一个月能卖千瓶 不过回想一路能走到现在 老板刘宗林除了感动 也有更想做的 一路走到现在来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说 想说 可以弄 可以有机会弄 再大一点 就是说 事实上游客可以进来看 让我们更不一样的 哽咽诉说梦想 刘宗林说 说让家传味在国际发光 未来还想打造快乐工厂 要请大家一起来品尝 他卖的幸福滋味